编写代码 上一刻我们把整个的发包流程完全的分析 透彻了对吧 什么地方加密 什么地方是加密包 什么地方是明文包 什么是功能号 整个的一个流程完全的透彻了对吧 那么搞定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要去hook了 hook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但这游戏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麻粉 什么样的一个麻粉呢 我们来试一试啊 随便的篡改代码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mo2d8 我要直接等1 你可能觉得我修改了 它就崩溃了对吧 当然这是改它的这个代码肯定是会崩的 但是我们改一下就发现什么 无法汇编指令写入内存 写不了 当然这是我长时间没动掉一圈 跟刚才写没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游戏你实际会发现一件事 你没有办法在它的这个代码段里写任何的代码 写内存操作是行不通的 那大家可能会说这是工具 那我们用代码来写去改一下页面属性 对吧 改一下页面属性用主线层写 提高一下进程权限 是不是写内存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开着驱动工具啊 我们现在开着驱动工具去写的 那这个debug本身它在写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在修改这个页面属性了 基本上这个工具不能写 你写的代码基本上也不行的 那么大家可能说那我用读写驱动去写 还真不巧 一般的读写驱动也不行 一般的读写驱动也不行 就魔兽在它这一块 对自己的代码段的保护上做的还是很好的 那也不行怎么办 其实我们很少遇见这样的情况 对吧 一般情况下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连这个一般的读写驱动都不行的 连这个创改属性 然后这个改进程全线 主线程去写也不行的 真不行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下不了钩子 呼喉不了了吗 好像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般情况下感觉很为难 它的代码段进行写入保护 基本上等同于告诉你放弃 呼喉 但是我们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大家不要去认为 做任何事的时候 我们想去做什么什么事 就一定要去围绕着我们最初的那个知识点 很多一些小的知识点 都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方法 只要我们学过的基础知识 可以很灵活的掌握并且运用 你会发现 它读你五个路 你还会想到第六个路 对吧 那么我们它在读我们这个路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有什么线索可以去同样的去抓到明文包 给大家第一个提示 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不让我们写它的模块的代码 我们可以去hook什么 系统模块 系统模块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即使处理 我们也是很容易的去处理它 对吧 因为它系统模块嘛 也不只是你一个人用啊 对吧 而且有的一些插件 它确实也会去铺一些系统函数 等等等等 那你不可能说是 对系统函数的做这么严格的处理 那我们第一点 可以在系统函数上下钩子 比如说圣的 第二点 任何的游戏 从功能函数到明文包 到加密 到加密包 到圣的 对战中 永远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线索 那么结合我给你们这两个简单的诗入 简单的两个 我们曾经学起来很简单的两个知识点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在这个圣上下钩子 然后通过堆栈中的信息 拿到我们的明文通报 那同学可能会说 那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么多 从一场到第七场的整个访问 没有用 有用吗 它会告诉你哪层访问附近是明文 哪层访问附近是加密 对我们还是帮助很大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只要是有这个思路 就可以了 有这个思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下钩子 到堆栈中相对应的第四场明文 第五场明文 第六场明文 那三个靠附近的堆栈中 去找我们想要的线索 从它的一些线索中 读到完整的明文包 这也是间接的呼吸到所有明文 对不对 这个思路大家去 大家去好好想一想 然后这些课呢 我们先来 做一个六四位的呼吸 因为六四位的呼吸 跟三二位还是有点区别 然后呢 这个 后面的课程 下几课我们再去读明文 这些课我们先来做下钩子 首先呢 我们下钩子 现在这个界面这边不用管 首先我们选择下钩子呢 要有十二个字节 当然我们说在X86的时候 我们是五字节 对吧 call在一个字节 或者jump在一个字节 后面XXX四字节 五字节 选一个五字节的空间 进行呼吸 但是六四位中 六四位中 我们需要的十二字节 为什么 为什么是十二字节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说call或者jumpXXX 那么字节就是这个 先改汇编啊 字节就是九字节嘛 对吧 我们来试一试嘛 jump 12345678 90 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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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让我写的 看到没有 比如说你字节jump是不让你写的 所以说呢 这里面你九字节的构想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先转给 一个计程器 muRX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这是可以的 转完之后 我们再什么 再这样子引RX呗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可以了 而我们来查一查它的字节数 这是八字节 48 B8 两字节 十字节 加上FF1 对吧 这是十二字节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大于十二 十二字节的一个代码块 啊 代码块 那么 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十二字节的一个关系啊 跟32的区别 32是五字节就够了 那我们需要十二字节 这样我们需要十二字节 那么 来看一看 这是第一种写法 那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也是十二字节啊 也是十二字节 第二种写法 其实一样的啊 一般在这个大家写这个FPS的时候 大家很多很多看的一些人喜欢这样用 pushrx 啊 然后women 这是不是跟callrx跟jumprx一样的道理 先把它弄到这里头再返回 是不是就就跟jump是一样的道理了啊 或者是跟call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call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样写也可以啊 那么我们就这样写吧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jump啊 现在就用一下他 其实没啥区别就是两个字节变了 对吧 就是两个字节变了 那么我们说在这里面 我们选择了前面的 这是几字节 忘了应该是十二字节加上 就就就 十五字节 选择前面的十五字节 然后来进行一个 这个 处理啊 我们需要把这 这个 改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要超过十二字节就可以了 多余的字节我们给它改成nope 或者是根本就不用管 因为不用管的话怎么样 我们跳转回来的时候 直接把十五字节跳过去 那当然就不执行了 就不用管 对不对 是这样 那hook以后的效果呢 应该是 这样的 那hook前的代码我们要保存一下 因为我们在还原之后啊 需要 这个 把它怎么样 需要把它这个 还原一下 所以说我们要把之前的代码给它保存一下 这个代码呢 我们也要记录一下 这个代码也要记录一下 都给它记录一下吧 这是什么 hook后的代码 啊 这样的代码 hook前的代码呢 我们现在我们还原 恢复啊 hook前的代码 那么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hook前的hook后的代码 我们保存起来啊 因为待会儿hook的时候要把代码改成这样 还原的时候要给它还原回来 这样换成确保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 啊 那我们现在啊 开始来写代码 写代码 打开这里 首先写代码呢 我们先写一个结构结构体啊 先写一个结构体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结构体 啊 这是12字节 我们先给这12字节写个结构体 写个比较简单的结构体啊 那比如说 嗯 type bf 啊 刷了它 写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我们就叫它 hook hook什么呢 hook修改代码吧 啊 hook修改代码 hook修改代码 嗯 那这个里面结构里面都包含什么呢 都包含 第一个前两个字节 48跟b8 对吧 那它是一个word的简单 word的简单 那我们就叫它 嗯 rx 啊 随便写啊 随便写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inter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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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jump的地址啊 要跳转过去的地址 然后呢 最后两个字节也是固定的 50c3 它也是一个word的简单 啊 字节我们就写成push rxreturn 啊 当然这个命名不太好 你们自己想怎么写什么改啊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写一个这样一个12字节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出来了 待会呢 我们只要往这个结构里面去填啊 把前两个直接填成固定是48b8 后两个填成这个50c3 中间这个地址 是我们想要跳转过去的那个 汇编纸程序的那个地址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件事儿了 要给这个 这个 对的起啊 对的起 嗯 嗯 怎么写来这 啊这样吧 这句话这句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代码意思 你其实这些复制下就可以 这句代码意思是 以一字节让这个结构体对齐 啊 以一字节让他结构体对齐 什么叫做一字节对齐呢 就说我们现在啊 如果说你没有写这个字节对齐的话 第一个是一个word型占两字节 而这个 ent64 当然你也可以写 Qword 它是占的是八字节 它也是占的两字节 那为了让他们对齐的话 实际情况下虽然是一个word型 但中间它还是会空出六字节 让它跟它对齐的 所以说这也是 虽然是一个word型 但是它实际情况下是空出来八字节的 这也是八字节的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写的是一个十二字节的结构 实际情况下是二十四字节 有八八八嘛 三八二十四对吧 是这样的 而我们这里面让它一字节对齐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它中间是不会有空的 这就是一个两字节 然后加一个八字节 加一个两字节 这样的情况 是没问题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写完一个结构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hook 跟活源代码 hook跟活源代码 我们在这里面啊 这个hook的代码 我们之前写过好多遍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hook的代码 hook活源代码 我们写过好多好多遍了 来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而且这个逼方代码确实是我们不需要改的 跟三十二位是一样的 三十二位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跟三十二位一样呢 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结构体 对吧 这个结构体 hook修改代码的是吗 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把我们的刚才的那个固定值写进来 48b8 如果是一word形式来写的话 是b848 对吧 然后64的这个呢 是我们想要去 call的那个地址 回头这个是什么 在sm这个回编里面写的这个一个函数的地址 那现在里面先随便起个名字叫hook 后面的两字节是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50c3 字节形成 以这个word形成就是c350了 然后呢我们创改这个 这个属性列的属性 让它可读可写 对吧 但是这个里面甚至好像不用修改也可以 那我们为了严谨把这个代码加上 然后呢是还原属性页 然后我们把这个12字节写进去 也可以用这个memory copy 也可以直接这个用指认方式写 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这个 这个write process memory 都可以 任何一种写内存的方式都可以 这是跟我们32为1一样 这里面不过多讲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这个代码也看不懂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前面的课程是跳着看的 至少要前面的基础课要过了 对吧 那还原代码也是一样 跟它一模一样的过程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要需要什么 把这个代码还原过来 这个代码 是这个48895C 照着抄下来 对吧 照抄下来还原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hook 和还原的代码 那当然我在这里面 我们说这个地址 它实际情况下是一个汇编的一个call 那我们在这里面 x10c给它声明出来 当一个变量声明也行 当一个call去声明也行 我们这里面不知道 待会要传几个参数 应该是没有参数 那我们就直接去声明 当上一个变量来声明 我们说 变量跟call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传递一个什么 指针一样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要不给它一个hook的地址 这里面还要传递一个hook的地址 对吧 整个的这个hook和还原的代码 它里面变动的是什么呢 这都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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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东西全是固定的 只有这个还原代码是不是固定的 然后外面我要需要三个变量来传递它变化的东西 什么是变化的东西呢 跳转过去的这个汇编指程序 在里面要写这个名字是变化的 对吧 可以随意写 另外呢 hook的这个call hook的这个地址跟跳转回来的这个地址 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写的 我hook的地址是什么 是圣的 所以我们直接写个圣的 写个函数名就可以直接传递它的指针 跳转回来的位置是圣的加15的位置 对吧 我们说前面是15字节 跳过15字节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写完正了 把它写完正了 是不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那这样的话呢 最基本的一个hook我们就搞定了 但是我们说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把这个hook的代码搞定 我们还要到这个汇编里面去把这个hook的 具体的指程序的代码给写 写好对不对 确实要把这个东西写好 那我写完这个呢 先在投文件里声明一下 因为待会我们需要调用对不对 投文件里声明一下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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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一步需要到我们的内联汇编里去写 我们的这个函数名叫什么来着 叫做hook call 对吧 那我们来写一个hook call 新加一个汇编指程序 那一定还要在这个.code跟按的这个范围内 在这个地方重新写 在这个地方重新写 叫hook call hook call hook call 什么来着 按的p 按的p 前面我们说的wook 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不是随意的wook go back这个地址 对吧 go back这个地址 那我们要这个地址 要在汇编call里面用 怎么 s10c s10 对吧 跳转回来的时候要跳转到这 那我们先把它这个值给rx 给rx 加上q word ptr ptr 这个变量就是它 那么跳转回它就是jump rx 就可以了 这两句代码相当于正常的一个return 对吧 因为这里面我们不是让它正常return的 要跳过15字节返回 如果正常返回的话 它返回的是加13那个位置 我们需要把那三个都改成no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这样写完之后 写完之后我们在这里面 进来之后就hook之后想干我们想干的事 我们说了 跟32位一样 跳转到我们的程序里 先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完之后跳转回来就可以了 跳转回来前还要干嘛 还原 还原就是这三句代码 我们把这三句代码搞回来 还原代码 不要忘了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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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s要去掉 给它去掉 嗯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跳转到我们的程序里 想做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先不做 然后呢 活源代码再跳转回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待会呢 回头呢 我们把想做的事呢 加到真实体里面来 现在呢 我们先 先不编译啊 先在这个窗口上加两个按钮 要调用它 叫hooksend hook名文包 活源名文包 大家可能说 那现在 现在 也没hook名文包 我回头就要把它改成hook名文包代码 通过send拿到名文包 所以我们就叫hook名文包 我有轻微强迫证 不对其受不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叫hook 忘了叫啥名了 是叫hook名文包吗 可以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编译来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的这个代码 是 达到的效果是否是对的 刚才好像编译失败了 不可能 这个地方少加个分号 好 无法解析外部符号hook call 没有问题啊 我们来好好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地方产生了一个错误 无法解析外部符号hook call 我们这是大写的 啊 这个大小写啊 他这个里面 不会提示你具体的位置 非常缓啊 大小写 我们外面写的是大写的 里面变成小写的了 他没有找到相对应的一个函数 对吧 所以出问题了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编译通过了 编译通过之后呢 我们来注入一下啊 注入一下 然后呢 hook hook 我们这是hook成功了吗 现在的还原 现在是是还原的 对吧 他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你不下个段或者动一下 这个有demag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进游戏吧 进游戏如果hook以后做任何动作 他都没有崩溃的话 说明我们hook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如果你hook以后做动作是会崩的 那说明你对他里面东西产生破坏了 那肯定是会崩溃的 所以我们进游戏 进游戏 进游戏做一些奇奇怪的动作 然后试一下 hook一下 先看看后面hook成功 hook成功了 对吧 hook成功了我们先跳过去看一眼吧 这是我们要跳转的地址 我们手动跳过去 就是我们hook成功了 进来之后 回源代码 然后又跳过去了 没问题 这里面的值 应该也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他就崩了 我们来走走路 好好画 没问题对吧 也说明我们再回源 看回源的话 这个地方代码是不是变成最开始了 对一模一样对吧 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完整的可以在64位的游戏里面进行下构的操作 那么下一步是干嘛呢 下一步我们说 在这里面下构之后 我们要通过对赞 拿到明文相关的信息 这才是我们想做的事 那么好 这些科的内容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